桂林的两江四湖分别是什么? 桂林两江四湖集至梨江、桃花江、木龙湖、韩铁佛堂、桂湖、荣湖、荣湖、山湖 其环城水系全长7.33公里,水面面积38.59万平方米 该工程最早新成于北宋年间 当时荣湖、山湖、桂湖上周已纵横,游人如知,新盛一时 桂林两江四湖构成桂林山水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对桂林两江四湖的工程概况、社会效益、规划进程和展示的绚丽美景 做了详细的描述,十番引人入胜